你做事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只顾自己开心 什么事我都要迁就你 我真不知道在你心里 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你就像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 生活中的大小事都需要我来照顾 我在你身上根本看不到一点成熟 更看不到你对这个家的责任感 在你眼里我全身都是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我总是包容你 你才变得越来越是宠了焦 这段恋爱已经让我筋疲力气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和你继续走下去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在意那些细致末节 做事从来都分不清主次 总是眼高手低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感觉越来越看不到未来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小超22岁来自海南 学生有请 小张22岁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小张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大学同学 对 在一起两年多了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还喜欢他吗 喜欢 不是你这喜欢怎么咬牙切直的喜欢 那你是喜欢而不喜欢啊 喜欢 我的天 女生还喜欢他吗 也喜欢吧 用了个也 两年相处下来肯定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今天一起来聊聊问题对吧 是 说吧 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在一起两年多了吗 但是他这个人特别不成熟 特别幼稚 没有生活常识 什么都要我来照顾他 真是感觉要受不了他了 成熟幼稚和没生活常识是两件事 咱们先说没生活常识 还是先说不成熟幼稚 说没有生活常识吧 好 说常识 有一次吧 我出去工作 他自己在家 家里跳闸了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工作特别忙 我就说 你自己解决一下吧 我这边有点事呢 他不行 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工作忙的时候 你不也给我打电话吗 再说了 那个时候是晚上 那晚上我害怕 我不给你打电话 我给谁打电话呀 我给别人女的打电话呀 而且就是有一次修电闸嘛 他就把电卡给拿走了 那你说我不打电话给你 我打电话给谁嘛 现在不都空气开关盒了吗 跳闸一推不就行吗 不会啊 不 他是有电卡的 那跳闸了 那没电了嘛 那得拿电卡 没电了 没电了去买电呀 那电卡不在我这呀 二多岁的人了 家里停个电 看给你娇气的 行了算了 小朋友我们就不说了啊 来来来 咱接着说 我们两个平时都是我做饭嘛 他什么饭都不做 每次晚上不管我回来再晚 他都得等着我 在跟个大爷一样 有一次我说 等我回家的时候 超市肯定就关门了嘛 你自己下去买点四季豆 回来我做 结果怎么着 他能把四季豆买成豆角 那四季豆豆角 我觉得长得也差不多呀 我当时就不知道嘛 我省钱 我买了一个豆角 又便宜又大 我吃起来 味道也一样嘛 无所谓 而且我都省钱 你不夸我省钱 你还说这件事 还有啊 他非让我给他炖猪蹄 他说吃猪蹄的美容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美容 我说你自己洗好了 我给你做吧 结果啊 我一打开厨房门 他又洗业剂洗猪蹄 他就好像 不活在这个世界上 来历劫的一样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觉得做什么 都要一点一点学习 是不是 你洗碗的时候 拿洗洁精洗 那我洗猪蹄的时候 我不也拿洗洁精 我觉得 OK 我学习第一步 我觉得我很正常 您看看 他还委屈上了 这事好像应该他妈 在他上 晚小学 就已经全都教会给他了吧 这个好像有点荒唐了 他爸妈就是 特别惯着他 行你接着当妈妈 我们倒也不反对 确实没有生活常识 慢慢去补课吧 22岁补还来得及 还有啥 还有 我每次辛辛苦苦做出饭来啊 我还得求着他出来吃饭呢 三请四请也不出来 好不容易出来了 边打那个游戏边吃饭 我说他他还不听了 他说我必须要打完这一局 不然输了怎么办 他每次做饭的时候 我的心都得悬在这儿 每次做饭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件 特别恐怖的事情 就是那饭一端到 端到桌子上 我不立马跑过去 那饭凉我也得凉 而且再说了 我觉得吃饭是一天中 最美好的事 那我不得把身上的那些 衣服呀 耽误我吃饭的呀 洗个手呀 慢慢悠悠地吃 再说了 我吃饭 那饭又不会跑 你知道什么急呀你 那我辛辛苦苦做出饭来吗 你都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 也没有说句辛苦了 你小时候你妈给你做完饭 你夸过你妈吗 妈妈煎饭真好吃吗 你做得真好夸过吗 没有吧 对呀 想当妈就得承担妈的责任嘛 你们接着说 哎呀我得忍我得忍 二十二岁还还为这些事情争执 我真受不了来 然后我就想嘛 我好不容易做出饭来了 我们两个一起看个电视剧 开开心心地吃饭不行吗 我觉得我喜欢吃饭的时候 打游戏我开心呀 你看电视你开心呀 我觉得两个人开心没什么不好呀 再说了 我就算陪你看电视吧 你干嘛飞得在我旁边解说呢 他不仅在我旁边解说 他还问这个飞子叫什么名字 那个飞子叫什么名字 这个飞子叫什么名字 我天我怎么知道呀 出去外面上班 我还得回来听你在这给我出题呢 但我觉得他要是爱我 那就要跟我一起看电视剧嘛 看我喜欢的 好好好 咱接着说 姑娘啊 我们家的厕所 他每天都要待在厕所里好长时间 厕所就像是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有的时候我去化妆 我说你赶紧用厕所 我一会儿要用厕所嘛 等我化完妆 半个多小时了 他还在里面磨叽 你天天待在里面干嘛呀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就喜欢厕所 我觉得厕所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那男人一定要有一点自己的私人小空间嘛 就不想出去懂吗 厕所是你的避难所 对吧 在那儿很温暖 除了暖气是暖的 心也是温暖的 特别的 然后你的眼前没有一个让你讨厌的影像 然后你的耳边没有一个让你烦躁的声音 对吧 然后你的心不用那么吊着 因为他不会催你吃饭 他不会逼问你电视剧的情节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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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是你的第二个家 行 懂了 还有一件小事啊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待在厕所 他让我端水 那猫过来我顺便撸撸他 我再给他端过去 就是你说我干嘛呀 那水迟早你要喝到呀是不是 我一般是不是用不着你帮我干什么 那我既然就让你帮我倒水了 那就说明我渴啊 我着急喝水 每次我着急让他干点什么的时候 摸摸这个摸摸那个 等你倒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喝了 我都早渴死算了 行了 你终于成功地说服了我们 厕所是你第二个家 我们信了 就是在厕所之外的地方 生活很不如意 对 姜 女生接着说 他平时特别喜欢发小红书嘛 什么屁大点说他都要发 经常那个标题就是什么 姐妹们某某女明星面霜终于曝光了 然后他平时买件新衣服也要发在上面 说他的那些穿搭什么的 你老发上面叫人家姐妹干嘛 这你就不懂了吧 那人家叫姐妹人家才有人看嘛 我在小红书叫别人兄弟哪有人看呀 再说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爱美的权利啊 我只是把我身边 我喜欢的东西分享出去而已啊 而且我不是为了跟你找共同话题吗 你洗面奶是不是 我从小红书上帮你找的 你为什么把这些精力用在工作上呢 我不知道其他男生怎么样啊 他每一次剪的话都特别贵 两千块钱 多少钱 两千块钱 哎呀 这一年两千块钱 剪头也花不完吧去呗 你现在剪一次多少钱 一百多 别骗人啊 你太奢侈了吧 骗人 一百多 你一百多啊 一百多 我三十 看看 你说谁骗人 说他骗人是吧 我只能说 说话要考虑的好一点 别让我在某个理发店碰到你们啊 我们都不去理发店 我们在这化妆之前 化妆师拿着剪子 咔咔咔剪剪就完了 我们没那个两千块钱去弄头吧 你知道吗 每次要两千块钱啊 哦 而且他两千块钱剪完了 好看也就不说了 就跟我剪的一样 我都能剪出来 跟二十块钱没有区别吗 我觉得 两千挺值得呀 又有护肤 又有保护头皮 又有按摩 而且你不懂 你别瞎评论好不好 人家那些毕加索的话 你觉得人家毕加索话不好 你不能说 那毕加索话就不好 毕加索跟剪头发是怎么跨境过来的 就是突然有点恍惚兄弟 你举例子呀 你说别人不好 不代表别人不好呀 是不是 毕加索的话 你说不好 不代表他的话不好呀 哦明白了 行 剪头发贵嘛 就嫌他消费比较浪费 是这意思吗 他之前跟我说 他为什么剪头发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长得丑 容貌焦虑 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嘛 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我之前觉得是不是对他缺少关心了 结果我发现 醉翁之意不再久 他每次去剪头发 都找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理发师 剪完头发 人家女理发师要送他回家呢 难怪要两千块钱呢 我就说嘛 人家剪头发剪得好看 我就少给人 是说剪完头还要送回家呀 顺路嘛 我不省钱吗 他让我省钱 我省呀 你真会省钱 花两千省二十 还有 他晚上睡觉做梦 喊人家女生名字 你别乱说啊 我还说你喊你千难有名字呢你 我都录下来了 你还好意思不承认 是哈 女理发师 送你回家 你还在梦里喊人的名字 你接着说吧姑娘 他老实钱从来都不花在刀刃上 就导致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就特别紧巴巴 房租全都是我教的 他就没怎么贡献 啥 我也叫房租呀 再说了 我觉得剪头发 可以提升我的自信和外貌 我充游戏的钱我觉得可以丰富我的精神世界 我说的难道只是房租吗 我说的就是你一点都不成熟 一点都长不大 只会把钱花在这些地方上 我就觉得你好像就像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才总会出现矛盾 他问题更多 特别骂宝女 批大点事都跟他妈妈说 他就刚学会这个新词 他就乱用 我怎么就是骂宝女了 我就只是跟我妈妈感情好 平时有什么不开心的呀 有什么问题 我都告诉我妈妈 而且他就特别大男子主义 他不让我告诉我朋友和我闺蜜们 我来吵架的事情 那等我已经不说了 我还不能跟我妈妈说是不是 那我平时有问题 我跟谁说我憋死 你看 所以我就经常躲厕所呗 还有特别不体贴的人 我从早上上班 晚上回家一两点 那我想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睡个觉 他倒好把我从床上拉起来 我说你干嘛 你去洗澡 每次都是这样 他就是不爱干净 我觉得洗澡就像洗脸刷牙一样 你就几分钟的事情 你冲一下就好了嘛 你每天出去接触那么多人 身上那么多细菌 我洗得干干净净香香的床单 你就洗了我又要再洗 那我真是觉得你就一点都不爱干净 说到爱干净啊 特别有洁癖 我俩出去玩 走到一半 他直接从外边拉我回去 我说你干嘛 他说我要上厕所啊 那外边不可以上吗 我觉得外面厕所每天来来回回那么多人 那你怎么知道哪个人有病 哪个人没病呢 那你倒是全部都有 洁癖啊 他回家的时候 一开门 那外套 直接丢在地毯上 地毯上全都是他的衣服 那衣架上一件衣服都没有 隐形眼镜 每次一回家 沙发上呀 桌子上呀 桌子上面都粘住了 我想扣我都扣不下来 你让我理解你 那你也理解理解我 我晚上回家十一二点了 你顺手帮我放上的事情吗 干嘛要一直来回说呢 我顺手扣半个小时 我就想着 哎呀赶紧卸个妆赶紧弄好 你干嘛老是把咱俩分得这么细呢 你就是因为心里还有其他人 是不是 主持人我还得跟你说个秘密 他以前喜欢的人不是我 是我一个室友 那个时候还让我帮他追呢 让我给他送吃的送喝的 后来我们三个总是经常出去 他不知道怎么就又喜欢上我了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 但是我总觉得 他是不是追不上他才追我的 我就反而心里一直有疙瘩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他至少两天一问 你是不是又记那小本子上了 他每次吵架的时候 都拿那小本子出来 大事小事 我一翻那小本子 我上次一拿来看 我去写论文啊你 我为什么记在小本子上 你不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每次 我跟你说的问题 他永远都不改 他下一回过不了两天又犯 因为太无趣了 所以得给生活找点乐趣 记在小本子上 我问吧 资料上面说你们是学生 但是你们都在提工作 是说你们现在开始实习了是吧 是 应该就是今年毕业对吗 对 毕业之后怎么着啊 你看这资料上面 一个是海南 一个是山东对吧 毕业之后去哪啊 商量好了吗 两位年轻人 也商量过 去哪儿 但是就是没有商量出一个 到底最后怎么样 我想的是我在我家嘛 回山东 对 你呢 我觉得在北京闯 我得闯出我的一片天地来 他就老这样 他觉得他一定能出人头地 他觉得 他是那种人中龙凤 你知道吧 一定不一般 确实不一般 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 就评论别人大事 做得不好 没有我没有评论啊 我就是说确实不一般呢 然后他想去北京 你想回山东 对吧 那不是挺好的吗 就此别过嘛 你回你的山东 你留在北京继续发展 好事啊 我不得上来这儿 保卫保卫我们的爱情 你们的爱情是吧 哦 啥意思 你要各自飞了 那咋保卫爱情 所以你是希望他跟你一起去北京是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的 你呢 我们两个现在其实就在北京嘛 但是不稳定 我想回我家 陪着我妈也离得近一点 想让他陪我一起回去 哦 你肯定不愿意去是吧 我觉得北京这大城市挺好呀 今天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你们今天来是因为可能就要毕业了 这么玩玩闹闹也好 还是你们认为的真情付出也好 面临一个生活的分水里 你想回家他想留在北京 是这样吗 是 所以才来这儿的对吧 嗯 有爱情对吧 你确定你爱他吗 确定 你能照顾好他吗 尽力 事实是你既不尽力也照顾不了他 人家不就是有一个免费的保姆吗 不仅保姆还出钱的吗 房租你出对吧 是 家务你干对吧 嗯 所有的生活你都承担了 保卫啥爱情吗 你们来帮着保卫保卫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我问你 如果你一个人到北京去闯荡 您能活下来吗 可以活呀 您连普通的生活常识也没有 动手能力又这么差 又不愿意干家务 怎么生活呢 我愿意啊 我愿意学啊 愿意 但是我今天看不到啊 女生 如果我给你一道选择题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A 保姆 B 妈妈 C 恋人 发自内心 会选哪一个 我肯定要选C啊 恋人 但事实上 你是ABC权的 我们说 男生成熟的晚一点 也正常 但是 您太晚了 当然可能您追求自己生活的精致 2000块钱打理自己的头发 我不明白2000块钱哪来的了 父母给的还是自己赚的啊 都有 所以一切的迹象表明 这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男生 而且是拒绝成长的男生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应该退出爱情 也是为他好 他现在需要的是成长 倒逼 当然你可以陪他一起成长 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但是从这位男生 现在的状况 我认为 他更需要的是成长 而不是爱情 他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日久天长 你一定会怨声载道的 明天怨声载道 还不如今天放他一马 让他去放飞 让他去成长 22岁是没错是吧 你们现在的年纪 正是需要奋发 向前去寻找人生目标 和人生梦想的时候 正是需要确立 未来人生该何去何从的时候 你们浪费这些大好的青春 每天在买什么豆角和扁豆上 2000块钱剪个头发 你还好意思说 女理发师能送你回家 她真的能做到2000块钱的级别 她有那个时间送你回家吗 咱们别谈恋爱了现在 咱们都踏踏实实的想一想 你们到底人生 该何去何从 未来的路在哪 这路是要靠自己的两只脚 一步一步往前走了 不能飞呀 你们飞不起来呀 别把22岁当62岁过行吗 62岁现在都活得比你们精彩 你们才22岁 不要浪费时间浪费青春 就这样吧 我想跟女生说一下 你真的相信她描绘出自己是一个很幼稚 很单纯的人吗 我连洗个猪蹄都不会洗 如果她都会干了 她怎么能享受你的服务呢 她不是缺乏判断的人 她压根就不想成长 她知道你要什么 她都这么做了 你还觉得 我什么对她缺乏关心啊 你头发真是要提升她自己的自信吗 是 但不是头发 是她因为能出手如此之阔绰 引来那些服务人员的尊敬代引号的 还得给送回家 还是异性对她的这种倾慕 哇 两千块钱剪一次头发 你得挣多少钱 也只有这么一个傻女孩 才会吃你这一套 你就是懒 不思进去 女生啊 接下来 一定要回山东 她这一套啊 只能在你身上玩的转 至少得分开一段时间 然后如果真是想回山东的话就回 你呢 真想在北京你就在 我看这一套在社会上能吃得开吗 我们说什么都是白搭 因为你从你的实际生活当中 你藏到甜头了 因为我们说的不对 好 就要社会来教育教育你 我告诉你 这事实上除了它能灌你一时 没有人会灌你一辈子 就这样 就是我能看出来 你打心底里觉得自己没问题 觉得自己在各方面是很好的 我又有品位 我又想要去追求更好的事业 我又想留在大城市 我是一个特别积极进取的人 对吧 是吧 对 我知道 能看出来 你的眼神里面有这个东西 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花两千块钱剪头发 怎么就不付房租呢 你让女朋友花钱 自己钱拿去剪头发 然后你跟她说 你没有品位 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因为你强大 所以你要多干活 因为她弱小 所以她什么都不用干 你待着就行了 我只要表现出来 我什么都不会 哎 事不都你干了吗 你要留在北京 我相信你心中是有目标的 我相信你是有斗志的 但没有拿出来 年轻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本 是一个让你们吃苦受累的资本 你们今天站在这个位置 因为从小到大你们父母告诉你们 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好好读书 别的事我都帮你们干完了 错了 他害了你们 对于生活你们从未参与过 今天站在这儿我就教你们这件事情 从此以后请你们先去参与一下生活 然后再回来跟我说爱的这件事 就是核心的总结一下 你们现在的心理状态 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你们没资格恋爱 你们配不上爱情这个词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对你们的爱情进行保卫 我如果理解的不错的话就是这样 如果你确实不知道那么多的生活常识 你需要好好地补课 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活得那么卑微 还不知道逃跑的话 我觉得你还就是跟他在一起吧 但是他真不是爱 其他的也不说什么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通过导师的话我想了很多 从没有什么时候让我想这么多过 我觉得导师能说的挺对的 但是既然来到这个爱情保卫站 我觉得这个爱情 就得由我来包回 我觉得 我不会的我可以学 我觉得我 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我 总是觉得 再陪你过两年 你可能就成熟长大了 但是我现在感觉好像 看不到尽头一样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谢谢两个人的分享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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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 经营APP 天津FTV网络电视外 是打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 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会在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开通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 帮您打一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迈他们 来吧 预测一下结果 确实对这对恋人来说 爱情太奢侈了 所以我认为女生应该明白 如何去敬畏爱情 她不会出来了 我是希望他们俩都别出来 先别谈恋爱 浪费这时间干嘛呀 男出女不出 我也觉得男出女不出 但是我也挺不同意 那个女生跑回自己妈那儿去 回到她妈那儿去 她也退行了你知道吗 就是分开各干各的 对吧 别再找个妈了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啊 就是父母在的时候吧 就饱的都不行了 一出来谈个恋爱之后吧 比孝顺爹妈还孝顺 这是爱情吗 来吧 看他们做何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来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爱要尽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看